这时候德川迎击羽才秀吉 打赢小木长九首之战 名声大赵 但也因为这样德川更不敢得罪东边的北条 如果北条和羽才联手 德川就会被夹击导致灭亡 所以家康必须拼命讨好北条 讨好的方法就是帮北条抢到早田城 另一边曾田昌信也知道家康会帮忙抢早田城 所以又决定成为上山的家臣 上山觉得有够烦 这家伙一下子背叛一下子又要加入上山 有够难搞的 所以这次决定要曾田交出人质 而且指定一定要曾田信凡 信凡马上就出发了 而且说这样也好 他也想离开父亲一阵子 信凡其实也很喜欢上山谨慎 因为上山谨慎是非常正直又看重义礼的人 到达春日三成后 信凡发现庭院有一堆平民 信凡第一次看到有大名愿意直接听平民的控诉 所以很佩服上山将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精神 后来上山见到信凡后 和信凡说 虽然让你来当人质 但其实是我想再见你一面 你没有牺牲任何兵力 就从早田城赶守北调军 看得出你也有爱民之心 和上山家的风格非常像 所以才找你来当人质 但一定会把你当客人看待 这时候曾田家又收到 直将千叙给的难题 这次是要把早田城让给上山家 上信想不出拒绝的方法 突然想到信凡在那边当人质就说 对了信凡在那边嘛 那就交给他解决好了 这时候信凡发现上山虽然答应帮忙平民解决问题 但根本没时间去处理 上山就和信凡说 因为战争太多了 人力几乎都用去打仗 根本没办法排解人民的问题 后来因为天气不错 上山就带信凡去海边走走 刚好遇到起争执的渔民 海和陆地不一样 没办法清楚划清界限 所以常常起争执 这时候信凡就建议两边渔民可以每天轮流来捕鱼 渔民就说 这样海潮好的时候 有一边把渔货全部扫光怎么办 这时候上山就建议那就以潮汐划分吧 每次满月的日子 双方就交换使用权 这样就没问题了 解决问题后 百姓终于不用再为海争吵 非常感谢上山 就去通知其他村民了 这时候上山发现 先让平民日子安稳 才能培育更强的军队 建立复数的国家 上山从信凡身上学了一课 也说自己如果有像信凡这样的儿子就好了 在另一边 信凡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叫做阿桃 信凡知道后也非常开心 男后又被直将千婿叫过去说 上山不会再刁难真田家了 早田城一样属于真田家 直将一开始就知道真田不会放弃早田城 如果真田果断放弃早田城 一定是有其他阴谋 所以上山决定再次和真田联手 昌信也收到上山的联手书 上山保证会保护真田家的领利 而且承认早田和小县都是属于真田家的领利 信凡立了大功 昌信也宣布和德川正式决裂 嘉康马上收到昌信写的决裂书 直接大爆炸 原本帮真田建造用来对抗上山的上田城 现在变成要对抗自己了 也就是免费帮敌人建造一座超强的城堡 所以马上决定派兵歼灭真田家 天正13年8月 德川军等鸟居园中 带上7000人前往上田城 而真田家只有2000名兵力 真田再怎么厉害也会被德川军的人海淹过去 这时候昌信就说 我有个战术 但少了一个棋子啊 这时候好后悔把信凡送去当人质啊 而且上山根本没兵力能支援真田 这下真的完蛋了 这时候上山这边也知道德川要和真田开战 上山也在最缺乏兵力的时候 应挤出100名士兵支援真田家 让信凡非常感动 但信凡也要求让他回去作战 直将千叙说 不行 我第一次听到为了打仗把人质还回去的咧 上山就说 没关系 让他去吧 真田相信看到儿子会更安心打仗的 而且我相信你会再回来的 信凡非常开心的出发支援父亲 2100人的真田军 要怎么打赢7000人的德川军呢 我们下集再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